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我们两个人不能经常见面了 让我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我就在想 会不会是在下资的工作压力太大 你不会做什么傻事吧 谢谢你这么关心我 不过工作上的压力在所难免 所以我才偷溜出来找你聊天 快喝点东西吧 一菲 华天琪是不是很难相处啊 你怎么知道的 我 我嘛 就是前两天我跟我爸爸在白家帮他们做些事 然后呢 就听他们说的 是啊 今天早上华天琪还把家伟给辞了呢 辞了 为什么呀 因为采购上的一些问题呀 所以不管白伯伯怎么求情都没有用 你怎么了 怎么感觉声音听起来怪怪的 出什么事了 没有啊 我是期待晚上的大餐 那就难怪了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你说 以画天琪这样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个性 会不会以前都没有什么朋友啊 大家应该都不喜欢和他来往 如果按照你现在的说法的话 那他跟以前真的是判若两人啊 虽然说以前他也有一些目中无人啊 然后特别自大 可是他对朋友还是很好的 可是自从跟你分手以后 我觉得他再回到上海 这一年他真的变化好大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分手了 所以才改变了他的个性 没有 我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 也有可能他这一年出国 会有一些我们不太知道的经历 所以变成这样了 其实我不建议你这么说 我当时觉得 爱情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 刚进夏季的时候 我觉得画天琪他真的很小气很幼稚 常常为了他过去的感情找我麻烦 但我忽略了一件事 我忘了他和易飞 曾经拥有的一切 也忘了易飞对他的伤害有多深 让他一直沉溺在过去 什么他妈的狗屁爱情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凭什么对我大喊大叫的 你嘴巴里面喊爱 他就会从天上掉下来吗 我就说他心里放不下你嘛 一飞 可能你已经不记得了 但是以前你真的跟我讲过 你说画天琪就好像是太阳一样 特别地热情 他那种热情 让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去拒绝他 可是有的时候呢 他也会特别地骄傲自大 当他自大过头 当他跌倒的时候 你就会像一片温柔的草原一样 伸开你温柔的双臂 然后呢 接住跌倒的他 我记得你永远以他为优先 永远站在他那里 你宁可自己受委屈 也要保护他的自尊 你还要为了他每天坐公交车 还干妈顶嘴 离家出走 听了好温馨啊 我记得以前你好像跟我讲过 说只要画天琪不开心 那你呢 就会对他做一个表情 只要你做这个表情 他的心情立马就会变好 什么表情这么生气啊 你不记得了吗 就是那个 就是 就是 这样 我觉得 这么幼稚啊 我可能没有做得很好 但是那个时候你做的时候 特别可爱的 我 我 一芬 说真的 那个时候你和画天琪两个人 不顾阶级的爱情 真的是让我觉得好羡慕 当然了 我也没有批评你的意思 没事啊 对了 你以前跟我说 你说你们两个人 以前经常去一个地方 然后那是你们的甜蜜小窝 说不定你现在去去那儿 能够找回你们俩的回忆 还有那种地方啊 对啊 就是画天琪的工作室啊 那 那 我可没那儿的钥匙 没关系啊 你以前不是说 不用钥匙也可以进去吗 你忘了吗 你等我一下啊 你说 我用手机录下来 好了 可以睡了 百货公司董事长要怎么样 就算齐哥是新官上任的 也不可以这样欺负人啊 你出国前 把工作室的东西 统统丢给我 几天前 我也统统把你放回去了 那你的布置 和以前一模一样 什么时候宴魂这个世界 可以回头看看 摸摸你最爱的工具 闻闻你最爱的徒儿 看看能不能找回你以前的笑容 几哥 几哥 下午你休息 下午的形状怎么样 几哥 我收拾了 好好休息 好 我先走了 你找到那扇绿色的大门 那个就是天祈工作室的正门了 绿色大门 到后面 在天奇工作室的后面有一扇大窗 你曾经告诉我 只要在窗户的四个角上多敲几下 窗户就可以打开了 还这么大呀 这里原来是这样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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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难道是画天奇和异飞 以前一起做的 看来失去异飞 对她打击真的很大 要不这么冷酷情的人 怎么可能做出这么可爱的东西 老是长大 很多人都见过了 长大 是 高尾 202 20 20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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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天杰 你真是个天才 好久不见人 有一天呢 猪妈妈还有猪爸爸 带着猪小弟一起出来玩 猪小弟突然问 爸爸爸爸妈妈妈 为什么你没有大大肥肥的耳朵 我却没有 猪爸爸说 小弟啊 把你的眼睛闭上 爸爸给你变一个 大大肥肥的耳朵 爸爸 把耳朵给你戴上 又大又肥 可是突然间 就一双凶狠的眼睛出来了 谁 我听见你 我听见你 除了 是你 很疼的 凭什么不能输我呀 你对这儿有很深的感情 我也一样 这儿不是你的地方 快点给我滚 我自己会走 我再跟你说一遍 滚 你 画天琪 你有必要对我这么凶巴巴的吗 你刚刚玩桃医的时候 不是也挺开心的吗 你恨我 你对我熟我都可以理解 但你有必要 把自己逼成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吗 我不相信 你喜欢现在这么可怕 这么残忍的自己 你如果不想看到更可怕的我 现在出去 我就还在这里待着 不 万顾不灵的臭石头 我记得以前你好像跟我讲过 说只要画天气不开心 那你呢 就会对他做一个表情 只要你做这个表情 他的心情立马就会变好 他看不起你 他只是想玩弄你 华天姐 别烧他的道 别他激怒你就输定了 华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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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都在这 你累了 你还记得 我 Slan 持戏 被我 没那么严重吧 笑一个吗 你怎么那么可爱 因为我要当你笑啊 我告诉你不要再让我看到这个表情 你不配 就因为有我 你就痛恨你的过去吗 我从来没看见过你这样的人 是另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有本事向前看呢 你这样 只会让我更瞧不起你 紫棋的背景比较特别 他是台湾某个集团的少爷 你知道吗 其实紫棋的爸爸 一开始也不同意他跟小杰在一起谈恋爱的 可是啊 他们两个并没有放弃 反倒是一起克服了好多好多的困难 现在两个人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现在两个人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只要有一天我变成大设计师苏和的时候 我就可以正在光明的跟你在一起了 对不对 对了 你不是约了和紫棋还有小杰带他们去上场逛工吗 嗯 那我能不能有心做你们的司机呢 你和我们一起 那会不会不太方便啊 在上海你觉得我们俩的关系见不了光 可是在你新的朋友面前 我不希望你握有缩缩的去谈感情 家伟 谢谢你啊 傻丫头 你谢什么呢 比起你的努力上进 我做的这些啊 只是皮毛 应该说抱歉的 是我猜对 没有啊 我告诉你啊 我要为我们做的 远远不止这些 姐 那不管你在生活上 还是工作上面 如果说你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一定要告诉我 有我跟你一起分担 我 我不开心吗 我是说如果啊 反正你要记得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 优优 somebody 教委跟苏禾 这是怎么回万事啊 怀怀 Common A 揭怀 我是一轩 怎么了 那个大事讲座 我一直心不在焉的 这下球大了 讲座 不已经结束了吗 对啊 我就是忘了讲座 已经结束了嘛 所以我把晚上的时间 都空出来了 害我现在好无聊 你现在在干嘛 要不要一起出来看个电影 我现在正好有事 不好意思 不过还是谢谢你 下次吧 再见 喂 他干嘛那么急得挂我电话 谁啊 是一轩吧 你 你怎么会觉得是他呢 因为 你刚刚不是说 要参加什么讲座吗 我记得之前一轩 不是要参加那个吗 不是啦 是 你还记得 我爸爸朋友的儿子 就抢了你讲座名额的 那个元凶啊 他找你干嘛 吃饭吧 聊他干嘛 没什么事啊 你爸吃萝卜吗 你爸吃萝卜吗 来 那个 家瓦 我只是随便问一下 没什么别的意思 不是 我 我知道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难得你今天过来 做了一桌的菜 我都忘了拿红酒给你了 等我一下啊 我应该相信家伟啊 他说没什么事 肯定就应该没什么事 好了 不要胡思乱想了 拜拜 不要 别胡思乱 这是 梁月八十八层 小梁 这是上海最高级的酒店 这可是上海最高级的酒店啊 回来的糠太太 你喜欢哪个啊 我 我妈说 不要太铺张 你决定就好了 你们俩的戏 演的还真卖力 不累啊 公主你累不累啊 一直怀疑我们两个 谢谢小姐 可以点餐了吗 可贝奇诺 我要 等等 再给我们两分钟 好 既然姐夫那么爱我姐 那你肯定很清楚地知道 我姐喜欢这里的 哪一个下午茶套餐 玩这么幼稚的游戏 有意思吗 我幼稚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这样多没意思啊 你干吗 要是她答不准的话 我该多丢人哪 我只是帮你审查审查她 好 我不大 озд吧 声霖 宜飞现在每天在下子的工作 忙得要命 哪儿有什么闲情艺症 喝下午茶 所以她喜欢 我陪她在下班以后 去三楼的会员 Fargo 喝上一杯馅酿的生啤 没错吧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去下洗手间 你们两个慢慢的啊 我没错 你没事吧 是不是不舒服啊 要不要送你去医院 你朋友是不是在外面 我叫他进来 我没事 你确定没事 你走开啊 怎么滚 不然这样吧 你们干脆就在华天琪家的酒店 举办订婚典礼啊 反正你们都不给华天琪面子 直接在下资 进行求婚的戏码 那为什么不干脆 在他们家酒店 举办订婚典礼 他不会同意的 他现在看到我啊 就像看到空气一样 况且 我好多天没见到他了 那他肯定是生你的气 谁叫你又背叛他了 他现在 讨用我都来不及 讨用我都来不及 一飞 你怎么连喜欢一个人的感觉 都忘记了 你又知道是什么感觉啊 难道 你喜欢上谁了 我 我当然没有啊 那个 康杰去哪里了 去洗手间去那么久 对啊 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怎么可能出事啊 你有没有听过 祸害一千年 可得又是哪个妹 打电话给他 放我们鸽子咯 我们还是去看看吧 嗯 嗯 对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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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嗯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抱歉 查过了 里面没有人 没人 被我猜中了吧 他一定去找乐子了 我要去打断他 他居然手机还关机 这人真欠揍啊 被我遇到的话他就死定了 从这个检查结果来看 脑内血管流又扩张了 造成压迫 使得他突然昏迷 不能开刀吃药又控制不了 这样下去 这不是要我们康杰的 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立正 我求求你 只要你治好我儿子 花多少钱都无所谓 还是那句老话 劝康少爷多休息 也尽量避免一些 太激烈的运动和情绪反应 尤其是医气或是打喷嚏 这类情况都会引起脑压上升 所以说要特别当心 这些我们早都知道了医生 目前我们只能控制到这种程度 如果没什么事 那我先告辞了 真是没用 你走 你走 你走啊你 我不要康杰离开我 我不要儿子离开我 老康 你想想办法 你想想办法呀 好了 别哭了 我提醒你啊 以后在儿子面前不许再哭 你想一直提醒他这件事吗 太扯了吧 太扯了吧 医生的叮嘱你忘了吗 给我好好休息 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开心过日子是一天 伤心过也是一天 要我一天到晚都哭丧着脸 那你们还不如让我直接发复我 召告天下算了 张俊 别这样 哎呀 你们放心吧 现在你们儿子还能开玩笑 我没事的 你们回去咯 你这个样子 让我们怎么放心回去 哎 儿子 你还是搬回来住吧 好吗 搬回去 对啊 搬回来 要是我搬回去住 我估计我还没有头痛而死 就被你们闷死了 好啦 回去了 快快快快 走了 哦 对了 我问你啊 你生病的事 叶飞知道吗 老康 不是说好了不提这事的吗 不是 这种事情我怎么敢告诉他呢 你们不是老盼着我 能快点跟他结婚 然后赶紧替你们生个孙子吗 儿子 爸妈只是希望 嗯 你喜欢的人能够陪着你 嗯 明白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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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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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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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消息啊 好 知道了 别看了 再看 药良了更难喝 妈 你这是跟哪个佣医抓的药啊 好难喝啊 而且我喝了两个礼拜 结果去医院检查 还不是一样 中药能那么快见效的吗 再忍一忍 很快就好了 可是真的很难喝啊 不是妈 你自己喝喝看 你就知道 你有多为难你女儿 伸头一刀缩头一刀 你就喝了吧 其实这个药 在我这边闻来也特别苦 是吧 妈 你看 姐也觉得很难喝 如果我真的把它喝下去 肯定连晚饭一起吐出来啊 不过一轩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 叫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你看 我们住在一起 每天三顿饭一起吃 所以这碗药啊 应该 妈一口 我一口 一轩一口 我们三个一起把它喝掉 不行啦 你们又没病 如果真的喝出病怎么办啊 你看 你现在 是不是为我和妈着急啊 这就说明 一个人活在世上 不光为了自己 也要为别人着想 只要你身体健康了 我和妈 才能够开心 这样 你才能受我们感染 也感到开心幸福啊 所以 你就把它 喝下去吧 你饿 好苦啊 叶芬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话 根本就是歪理 歪理就歪理呗 你自己喝喝看 来 你尝尝看 我没病啊医师 别跟我客气了 你自己喝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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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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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